哈哈哈哈 这些武器被我偷走了 看奥特之父还怎么给我们的 老大一名 哈哈哈哈 奥特之父 你怎么哭了 快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武器不知道被谁偷走了 什么 武器被偷走了 那你岂不是不能打坏兽了 哎呀 那个不行啊 奥特 你别哭了 找武器的事就交给我们吧 你要办法 放心吧 变 好好 这是什么呀 这些都是奥特曼之前使用过的武器 我们找找看有没有奥特的 好 我记得奥特之父有个招牌武器 招牌武器 是不是那个能当枪用的钥匙 没错 那快找找看在不在里面 没问题 钥匙 钥匙 哎 在这里 快看看是不是 好 奥特钥匙 召唤 就是刚刚奥特使用的钥匙 逗逗 那不交给奥特吗 好嘞 谢谢你们帮我找个钥匙 不过我还有三个武器呢 你别着急 我看看这里面还有没有你使用过的武器 嗯 哎 这个羽毛 这个是奥特用过的武器啊 看看我就知道了 没错 先召唤它看看 好 召唤羽毛 哎呀 还真给我找对了呀 没想到你还是个金手指啊 嘿嘿 哦 对了 你们快找找看 这里面还有没有奥特的武器 好 能配得上奥特的武器 应该是代表力量的 哎 你们看这个雅铃 配不配得上当奥特的武器 雅铃 我觉得应该可以啊 那先召唤试试 没问题 召唤雅铃 用的还挺太少 太好了 我的宝贝武器终于回来了 谢谢你们 不用谢 不用谢 不过 我还差个武器呢 还差一个武器 哎 会不会是这个 围巾 啊 不是这个呀 那会不会是这个 雨伞呢 啊 也不是这个呀 好好 你知道奥特之父 还差哪个武器吗 嗯 你们别急 我看看 嗯 这到底哪个武器 才是奥特之父的呀